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责任就是挑起大家的整个战争 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角度 陈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陈小龙博士是在新泽西 跟我们只有一盒之格 他是普洛斯林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那么我们今天 诶 陈博士你好 你好 声音确定没问题 我们正式开始 今天大新闻 总是有新闻 彭斯副总统的演讲 原来定在6月4号 因为是纪念六四大屠三十年 结果没有想到 退迟了 退迟到6月24号 在之前 我到了卫生国际中心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黄昏 当时我在现场就做了一个节目 我永远也感觉到 好像这个会可能有问题 结果今天的消息 终于传来有问题 而且白宫进行了证实 说 因为啊 马上进行这个峰会 搜索友好的气氛 暂时不要演讲了 延长到6月30号 还是下个月 现在我们不知道 无限期延长 但是川普总统为了表示善意 不仅是这方面 在之前原来准备要针对 一些企业在帮助中共监视新疆的民众 这个事上面 要给予一些制裁 包括新疆的一些官员 这个维拉 他和习近平的友善关系 也给延迟了 还有一件事情 延迟都有利息的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很多白宫的人员 包括国会的成员 担心中美贸易一谈 习近平一打电话 那么川普总统可能会放华为一马 所以罗比奥提出了议案 罗伯尼也提出了议案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呢 美国的两党 越来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识 就是不能放过中国 然后在星期五的时候 好像没有正式宣布 明镜已经报道了 就是有五家企业 尤其是中科旭光 号称是中国最牛的高速高性能 明镜品牌的计算机 超新计算机 这么一家公司呢 被美国列为实体名单 也就会被制裁 这些矛盾的信息 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请我们张淳先生 上来先跟大家解读一下 因为张淳先生最擅长的是美国事务 他最理解的 也是川普总统 不过也小心一点 因为他太支持川普了 他川粉 川粉 好 张淳先生 没声音 没有声音 能听到我说 OK 现在有了 黑了黑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刚才我调侃你的 你不要认真 你还让你自己讲 我是说 我其实并不是什么川粉 我所支持的是他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他在对中美 这个谈判的时候 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 所以说呢 他导致他达不到预期的结果 这点我也提出我的意义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他 可以说是继续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 彭斯 这个无限期的推迟讲话 还有对这个 有可能对华为放映吗 等等等等的 那么 他还在继续他的释放善意 我原来提过 就美国的 每次的善意 都被中方当成一种软弱 然后呢 使中方的立场更加坚硬 更加难以达到目的 但是现在 释放这个善意呢 我感到非常耐人寻味 就是说 他经过这样 几轮几轮来做的话呢 不可能说他不清楚这一点 但是呢 可能 比如像赖海泽 他的谈判代表 都不一定能理解 我觉得川普 他可能是一种综合的考量 他是总司令 他呢 而且是愿意根据自己的直觉 来做这个 做判断的 那么第1个是什么呢 我相信现在他会想到说 如果中方立场坚定 坚决不让步 未必不是坏事 为什么这么讲 实际上现在呢 就是说 你从这个 他的整个的 这种美中的贸易关系上来看 中方这边一直在扛 而且内部的争论 到现在为止 已经到了 几乎是说 谈成谈不成 可能都是双输 就是说 我说的是 中方都可能是要输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他要是这个 谈不成的话 那么第1 川普拿回来 给那些建制派 全球主义派 给他们堵嘴 然后的同时呢 可以加更强硬的 这个 这个措施上去 刚才旭光讲的一个话 说这个 他任何让步 答应 善意都是 有利息的 这话讲的太对了 其实你会看到 虽然说川普 你每一件单独的行为 你看他是在 有一定的妥协 有一定的宽限期 在进一步推上 但是 实际上关税是一步一步一步加上来 现在 已经有2500亿的 这种25%的关税 还不是10%是25% 下完2750亿马上就要加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进入一个什么阶段呢 就是川普怎么玩都可以 但是呢 他怎么玩也都会有一定的阻力 他要做一些努力 就到了这种状况 李同卿先生你怎么看 你在华盛顿地区是不是更接近川普总统啊 我跟他住的比较近 但是见不到他 不过我同意这个 我同意张旬先生的话 他的观点还是对的 我觉得呢 现在呢 这个对 对美国来说啊 目前呢 有没有压力 对川普总统呢 肯定是还是有压力的 尤其是这个 这个现在呢 这个他已经宣布了 要第二轮的这个 这个总统竞选 竞选连任这件事情 但是呢 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竞选连任的 如果中美贸易战打胜了 这个把美国老百姓认为呢 这个原来呢 这个丢掉的那些利益 被不管是被偷走的知识产权 那还是在贸易逆差当中的 汇率当中的一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呢 如果能够得到解决的话 那 当川普总统呢 那肯定是被加分的 这也是他一直这么看的 而且现在呢 应该说是 在美国呢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 两党呢 现在已经完全 在中国问题上 是完全达成的共识 其他的问题 几乎没有共识 但是在中国问题上呢 是完全共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原则上呢 这个美国呢 继续再打下去的话呢 是完全有这个力量的 而相反的 在中国要看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现在中国下行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前一段时间已经讲到 刚才我记得张群先生讲到一个 其实呢 中国呢 有好多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呢 应该是在2008年 和随后的一两年当中 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要做出来呢 其实机会还多 结果呢 到他的所有的经济上的调整呢 都拖到现在经济上 不断的下行的情况下 各种各样的这个水落了 石都出了 这石的礁石都已经漏到水面上 在这种情况下 解决这个经济问题 就是有难上加难 给习近平呢 这个政府呢 就是提供了更多的难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面临贸易战的这个压力的话呢 我想呢 他的难度呢 远大于 川普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乐观 陈小龙博士你刚才 有没有听到 听清楚我讲的这个 美国现在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状况 一方面给面子 给制作一个和好的一个气氛 但是另一方面又制裁了 这个新的一些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比如说中心世光吧 这些企业在中国吧 被认为是 自主性很强 所谓就是 民族牌 就是民族产品 然后呢这个是高性能的超速运行的这个计算机 但实际上美国之所以制裁它 就是认为呢 它的这个内部的芯片 是来自于英特尔 来自于英伟达 甚至其他方面的有一些设备 也是跟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有关 那这就是跟您长期讲的一个观点有关 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核心争论的地方 就是知识产权 您 听得见我讲的话吗 听得见 我觉得说 你说 所以我就想请教您 就是为什么美国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状况出来 这是各自的利益集团的运作的结果 还是 这个 就是一方面我给你面子 另一方面我里字上面我还是往死里不放过你 这一点我觉得美国和中国从本质上是很完全不同的 就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 实际上这个 面对的同一个国际问题 国内的反应完全不同 你像中国 现在在美国压力下 只有人敢出来谴责美国 而没有人敢出来赞扬美国 或者说赞扬的也只能是 这个 在小众里头小群里 社交媒体上下悄悄的说说就完了 没有人敢公开配合着美国来指责中国 但是民主国家就不一样了 民主国家是所有的 社会群体都从各自的角度去 触发 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全是 经济利益 诱导 比方讲那个 在沃玛买的东西贵了20块钱 他就 就骂川普 然后就投反对票 我觉得他美国选民还没那么贱 没到20块钱就能买下来的程度 那么 反过来 唯 是听见 非常清楚 那么反过来中国这边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全国 从说敌看 这声音是高度一致 动不动就是这个 这个 爱不爱国的问题 那么按照这种角度去看的话 中国的应对措施最容易 美国的应对措施最复杂 就是川普必须是里外 受敌 国内背后也有刀子 这个民主党 其实满心巴望着川普谈判失败 那么 国内的这个各个利益群体 他也只关心自己 没人想什么国家利益 不想中国这个 老百姓动不动 各个都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 为国家着想 所以从表面上看是 习近平的谈判 难度最小 他想怎么谈 总是能通过宣传机器 把老百姓说服的调动起来 川普最难 但是反过来 在民主制度下 你可以看到川普也有他的另外一种 优势 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 他谈成谈不成 他都达到目标 谈成了 证明他成功了 谈不成证明他谈过了 努力的捍卫了美国的利益 连那些个不喜欢 加关税的 利益群体 也不能不承认说 这件事情谈过了就行了 那么真正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说 美国其实 我觉得这个用英文词来表达的话 这一次其实 中美之间真正的问题 不是关税 是alert 是个 警醒 就是美国突然 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战略伙伴也好 盟友也好 都是盟人的 就是 中国为了自己的崛起 是不择手段的 哪怕把美国坑光了 中国也是会做的 那你把这样的盟友当盟友 你自我就 撒蛋了 所以这样的话 美国开始警醒 警醒的同时 开始防范 这就 产生一个客观上的结果 就实际上 虽然美国没有办法 对中国脱到资产权的每个案子 都完全调查的 百分百的 证据确凿 因为很多当事逃回去了 还有你像那个国家安全部 江苏省安全厅 下属的处长 这个专门在美国发展技术间谍 然后被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 关的牢里了 他也不会老老实完全交代出来 因为如果交代了也是 所以对他来讲 他可能会不配合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的这个司法方面的审判 证据就不会充分 那尽管这些因素都存在 美国不见得能对偷盗资产权的行为 作出有效惩罚 但是他产生这个 警告作用已经足够了 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华人 特别是这个 很多的科技领域工作的人 包括在美国留学学科技领域的大学生 都开始感受到这个压力了 就是说很多科技公司 早本来早就对华人工程师 一年跑起回中国 心里有点 安心 但是呢 并不是有那种社会气本 说大家可以去合理怀疑 那么现在问题是 中国越是不在这些问题上配合 越给美国提供这个 自我警告的这种 理由 所以实际上在这一点上 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防范心理 是中国帮的培育出来 中国用行动证明说我就是不配合 我就是这个拿了你的东西溜走了以后我就不让你来查 那对美国公司来讲 他也不再有理由帮中国辩护 拥抱熊猫派也就很难再找出各种理由来说 这熊猫真的好啊 你看到的熊猫竟是 一嘴刺着牙 然后这个 怀抱怀里抱的都是你家偷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实际上 这个 川普在对华政策上 原则上会达到目的了 至于选战上能不能达到什么目的 现在不清楚 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真正了解美国选民现在怎么想 就像2016年的时候 全美国的媒体全都判断错 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清楚究竟美国选民是不是真的 喜欢川普或者讨厌他 那么 所以对选情的影响现在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美国已经被警醒了 被中国警醒 而一个被 对中国警醒的一个美国 那么他会在所有措施上堵住很多中国原来已经走熟的路 那对中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产业升级 很多 情况下 原来的路走不通了 我来说 就这个 谈成谈不成 第一个就是再也回不去了这是肯定的 尽管 这个彭斯说希望回到江湖时代 回到邓路线上来 但是呢 到了 现在这个时节 不管谈成谈不成都回不去了 都回不到江湖时代 另外一个 习这个 六七年的时间 这个主政 这个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 恒庆刚才讲这个 经济条件好受改 但我除了这个反腐之外 我没有看到 他有精明检政在胡温时期纠偏嘛 胡温时期 很大一块就是政府财政收入非常 膨胀 完了以后呢 那个腐败的那个程度 也非常剧烈 当然这个腐败程度 实际上跟你那个 政府权力扩张有很大关系 就胡温时期这个 这个政府全面扩张 财政全面扩张 是吧 完了以后呢 国进民退 那么这个势头呢 在习 时代是加剧了的 所以 这个腐败呢 我认为 应该没有扭转 我没法 因为我有个基本判断 有政府权力在扩张 腐败不会 不会小 不会变少 那么 可能是新的腐败 我们是被 看不到而已 看到都是打前面那个失事的官员 那么这些新进的官僚如何腐败 可能在过一段时间 我们才能看得到 或者说 很长时间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有个基本判断 就是无限权力 无限腐败 阿克顿的话 是吧 那你现在的权力 就在不停的扩张 那我没办法 做出相反的 推论来说 腐败会减少 腐败可能是更隐秘了 或者说更猖獗了 但是你因为你不准报道了 各种话都不能乱 不能网易中央不能说 是吧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说 谈成了 我的一个判断 一个小平那个 说那个判断 相当于第二次难选 这次就相当于美国来监督 整个中国政府来进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谈成了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中间还有一点 就是说美国的 这个最近在贸易谈判之外有一个安全考虑 不停的制裁这些公司 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考虑 那么这个 考虑 在贸易战另外一条线上进行 在谈判之外再进行 那么 能他有没有可能 也 进入这一次 如果说大摆会议能不能 有没有可能也放进来 包括这个 希拉里说的人权的考 这个不是希拉里 就是 佩洛西说的 川普已经答应要把 人权的考虑放进来 川普也直接讲了要把香港问题 在这次要提 那么 就是人权法律问题 和美国的安全问题 会不会在这大阪会议上来 不可能习和川普直接大阪 签协定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 谈肯定得有意义 有意义的内容 就是说 大概确定一个新的方向 新的方向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 美国会 我都看法 美国会有新的要求 新的要求 第一说 一个很明确的 人权问题 香港问题 还有这个 安全考虑的问题 那么 这个可能 都要体现在他的一个新的要求里头 那么中国政府 我们刚才讲 刘鹤说的那三点 肯定是坚持不变的 会不会有新的 要求出来 那么 也许在这个贸易战之外 他可能还希望达成一些新的共识 比如说他见了这个 普京 见了金正恩 还有这个 塔利班的首席谈判代表过来 那么这些他也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要跟川普来交换意见 那么他肯定就是说不能执着在原有那个话题上 原有那个话题 可能反而会成为一个 有意无意 大家都要稍微让他 忽略一下 达成一些新共识 就是用新的共识来交换 来 这个 让原来那个能够克服掉 原来的那些问题克服掉 要不然就是 两个一个坚持一个不坚持只有掀桌子 是吧 那么想不掀桌子 那就是达成一些新共识 完了消化一些老的矛盾 这是一个 如果说谈成了 呃我想呢就是第1个再也不回去了 第2个呢 美国的刚才 程晓冬讲那个警醒 就对中国崛起这个警醒 那么他在这个 会有一揽子的考虑 不光是贸易战 这个前面谈的那些条件 呃什么三个零啊 什么结构性改革 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 更多的内容 在这个谈判之外 他还有一些共识性的东西 要确认 这是一个 如果说大阪这个不欢而散 就像新加坡和那个 和那个谁一样 不合内 是合内是吧 合内 新加坡是第一次 新加坡是很愉快的 新加坡是愉快的 像那个 川普和金正恩在 和内那样 不欢而散 不欢而散的话呢 那是 那就是问题就非常大了 那 不欢而散 就是有可能就是脱钩 进一步进行 前面也讲了 就是说 在这个谈判的延迟 就是在 让中国的这个 珠三角 长三角的供应链 在逐渐脱离开这个 整个全球 全球市场 全球的供应链系统 就 会导致这个结果 纷纷的大家要 要做两手准备 不管是美国企业 还是 外资 甚至中资 都要把这个 中国的这个布局 再往其他方向转移 往泰国 越南 台湾往其他方向来转移 那么 这个就是 会让中国的 GDP 下降 可能GDP 疏散 GNP疏散出去 一部分 增加 但是 GNP会下降 GNP下降的 那就带来就业问题 带来政府财政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国内的那个所谓加强中央控制加强军警特系统 这些更加封闭性的措施会越来越厉害 要应对这种社会风潮 所以呢 就是说即使这个即使这次有一个好的意向这些东西都会有 如果说没有好的意向 我估计他会迅速的 有一个手势 不再讲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甚至不一定讲亚洲价值 而要很快的要面对内部问题 就是说 那种忽庸 要变成一些 很真实的一些其他的国内的应对的东西 你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一节多余讨论的问题你全部都讲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还是想继续的 细细的追究一下 比如说李洪青先生我想请教就是说 你觉得能不能罗列一下因为你是财务人员 审计人员比较清晰啊就是 影响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又哪一些因素在 起作用 然后最后面达成一个成果你觉得主要应该是在哪一些方面 把两个都跟罗列一下 比这个 我想呢在美国啊这个 我想呢就是 我们要如果对比两个国家啊 这个影响这回谈判呢应该两个方面吧 一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是经济方面的 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说呢 经济方面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呢并不是很大 因为呢这个美国呢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年了 经济呢一直是在增长 而且呢增长的速度呢是还是非常高的 经济呢持续向好这是真的 所以现在呢应该各种各样的调整呢对他来说经济上的压力呢并不是很大 但是政治上的压力呢应该是比较比较大的 但是政治上的压力呢实际上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是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都是共识 另外呢加上这个川普呢现在要进行这个2020的这个选举 所以呢他呢现在非常迫切的希望呢能够有业绩 那这个业绩呢就是要能够打一个漂亮仗在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上打一个漂亮仗 当然那个难度相对比较大 但是刚才小农也讲了我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美国总统是民选的 所以呢他呢说来话打不胜都没事 打不胜呢只要打了这个呢就是好样的 比克林顿那时候强因为克林顿那时候不打 这个很容易解释 所以呢这个打呢是 是 只要打就可以 所以你看啊 正常在这时候插一个话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 在河内的 这个川普和金正恩的谈判 在谈的过程当中啊 川普当时就 金正恩一表达了他只是想 清除一两个 这个实验点 实验的那个基地的时候 这个当中川普就非常明确的就站起来就说 You are not ready 你还没有准备好呢 你别跟我谈了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以后啊 你看这件事情要别人看 这个可能就受不了了 可是呢 在美国呢 国内上下 对川普非常支持 包括这个川普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死敌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在这个对着 那个CNN的讲话就说 说 He did a good job I'm afraid he will keep talking But he get out of there 那就说我就让他走了 他自己决定走了 这就是好样的 我就觉得呢这个呢 实际上呢 如果川普在 G20下个礼拜 G20峰会当中谈不拢 他就走了的话 我想呢真正失分的呢 可能是这个 应该是习近平了 那回过头来再讲呢 在中国这个角度呢 从经济上 经济上呢 现在是在下行 而且下行的速度呢 实际上是很快的 因为 这个我们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数据呢 原则上呢 官方的数据呢 都不是很准确 另外呢 这个政府呢 已经把很多的 这个数据呢 已经都封锁起来了 不再对外公布了 因为一公布了以后 就把他的 他认为呢 是这个 这个 政府呢 生死存亡的 所以呢 他现在 我们想看的 很多数据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呢 应该说这个经济下行呢 跟贸易战有关 但是呢 实际上是长期积累的 从2008年以后 高速增长以后 长期积累了 很多的矛盾 但是呢 现在呢 都一块在爆发 但是贸易战呢 是把这个 把这个中国经济的 很多的问题呢 给它打出来了 给它浮到了水面上 所以现在呢 解决这些问题呢 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呢 原则上到现在为止 这个中国政府呢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找到 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才会有 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讲的六个稳 就是因为他们有六个不稳 这实际上不稳的因素 还非常多 我那天在说嘛 我说现在习近平呢 他养了好多的宠物 又是天鹅 又是犀牛 这些呢 宠物呢 全都趴他们家蒙头 随时哪个哪个掉下来 他也受不了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经济下行的这个 这个状况呢 对他的压力重重 他非常迫切的 希望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呢 能够尽快的 水落石出 他水落石出呢 一个呢 实质上可能解决一些经济的 这个在贸易上的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 但更多的是解决国内对他的信心 那就是我想下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政治上的问题 现在呢 已经各方面人士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士 意识到了这些政府呢 这个执政能力呢 确实是还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在很多的问题上呢 缺少远见 而且呢 他们一改 这个过去 这个邓小平制定的 在外交上呢 是 这个桃光养晦 不撑 不撑头 这个 这么一个政策 他现在呢 想呢 借着经济的这个 经济的这个 GDP数字的 这个提高了以后呢 想希望成为一个 一个政治大国 所以这一点呢 招惹来了 全世界的 这种反弹 所以现在呢 这个应该说呢 政治上呢 现在大家呢 已经看到了 这是因为呢 这个执政的这个 现在这一届政府呢 缺乏政治上的这个 这个 远率 同时呢 也缺少 这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 操作的这个能力和 应对这个危机的 处理的这种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个人来说 政治生命呢 是在一个风里 风口浪尖上 所以他特别需要的 是尽快的能够达成 一个协议吧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 这个Donald Trump 可能到时候谈不拢 他就站起来就走了 但是大家可能观察到了 这回 这个其中有两个人 这个 在人民日报也好 新华社也好 都说 不希望他们去 结果呢 Donald Trump 把他们都带上了 第一个人呢 是肯定要带着去的 那就是漫威代表 Linninger 这个第二个人呢 原来说他不去 就是 Pieter Nevaro 结果呢 这回呢 Donald Trump 好像也把他带上了 所以呢 如果他们两个都去的话 我想 这个各种各样 这个中方向回避的问题呢 原则上都 回避不了 因为他们非常坚定的 要 要求两个 一个呢 是叫结构性 结构性的改革 另外一个呢 就是enforcement 就是可监督 可后续呢 可以监督 可以执行 所以这几点呢 都是不太可能 在这一次呢 有真正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 现在呢 是据说呢 这个已经定下来了 这个刘鹤呢 和这个Linninger 他们现在准备 要在大阪 已经开始 开始 这个第11 还是第12 开始谈判了 所以呢 这回我想 这个习近平呢 可能会 得到最好的结果 就是刚才 大家都说了嘛 就是 可能推迟时间 只要能推迟 对他来说 就是他认为 对国内就好交代了 但是 对Donald Trump 总统来说 原则上 没有什么太多的 除非一个大利好 其他的 没有什么可丢的 好 张晋先生 你认为这一次 会达成 具体的成果吗 你知道 我在这个 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认为最终 会达成一个协议 但是呢 短期有效 但是长期来讲呢 这矛盾是根本的 我现在仍然持这个观点 但是呢 我要强调的是说 达成协议是什么条件 是一定是中方感觉走投无路了 就是说 签城下之盟 马关条约 这个时候协议才能出现 而现在显然是没到那个时候 但是 中方他会了解到 就刚才说的 说这个 任何一方 先做走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高度不存在 就是说 双方都会尽量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那么 但是大家说的 我都同意 就是说最好的可能性 而且我认为也是相当有可能的 就是继续推迟一段时间 但是呢 每次推迟 其实就是 到最后呢 让川普有更大的借口 做更严厉的制裁 而中方他的推迟 争取到时间以后呢 你会发现 这是我在去年我就说过的 他不可能改变 他推迟了也没用 买到时间 他不会拿时间 给他转化成任何 任何对他有利的东西 最后只能使这个 他现在的情况越来越恶化 这个还会继续下去 你看中国历史上 从鸦片城开始都是这样 最后到了一定是把逼到墙角 最后不得不签的时候 这个时候随便签 但在这之前一定会抗拒的 好 陈先生不是你认为会达成 一些具体的协议吗 还就是空谈一次 只是延期一下而已 延缓时间而已 我觉得 恐怕 谈不成什么具体的东西 因为 具体的谈判要签协议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 已经涉及太多的具体事项 是需要一项一项谈的 那么其实上一轮已经谈到说 很多问题已经 双方达成了共识了 那么没谈成的 无非就是司法层面 怎么落实他们谈的东西 比方讲资产权 中国有了建了资产权法院 也有了修改了资产权法 也在外商投资法里规定了 不许投资产权 那但是中国的资产权法 最大的问题是制裁非常轻 这条如果不改 罚的那么轻轻的 那我偷了你白偷 我赚钱大的 大大的 然后付点小钱 接受点司法惩罚 是民事处分 不受影响 中国资产权盗窃也没有 刑事处罚 不像美国 美国是资产权盗窃 是刑事罪 再加上民事罪 所以 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在力度上 修法 而中国其实又是不想做的 所以这些 中国的推托就是说 修法过程太慢 其实他连想修的意愿都没有 因为不修法 中国才能够继续做 很多事比方我最近看到 这个波士顿 又有美国医药公司的美国 这个美国人科学家 带着他的一班人马 从美国公司辞职去中国 被高薪挖过去 那么走的时候自然不是空 两手空空到那里教人家英文 那都是生物科技的研究高管 所以像这样的做法 如果说中国真的修法了 那这美国人 被从美国挖到中国去以后 在中国还得接受刑事审判 中国不会干这个事 所以这样的话 像这些问题谈不拢 美国也没什么可签的字 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还是一种 异象性双方的接触 就这个双方接触的层面来讲 这种这个层级 只能是异象性 所以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只是一种彼此的交换看法 摸一摸风向 中国要的是一种 和缓的气氛 就是我掀了桌子 咱们也不至于彻底翻脸 美国要的是时间 就是只要这个谈判接触的这个 时间还继续维持着 其实美国所需要的东西正在实现 那就是产业链的移动 从中够移出 好明白了 本来我们这个节目还有很多话题要谈 但是呢 周末时间 大家应该是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跟朋友在一起分享 但是这个只是这个星期 以后下个星期可能会 还会唱起来 所以这个星期的节目呢 抱歉啊 周末的节目我们的 今天大新闻呢 就是比较短一点 不过在接触这一期的节目之前 我还想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几乎每一次节目都会问一个比较傻的问题 然后大家回答一下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忘记自己有没有怎么回答的 但是我记得我们曾经问过说大阪峰会有没有可能取得进展 我记得那一次只有一位 他今天不在场 他说不会有进展 他说不会有进展 你记得吗 其他几位都是认为有进展 当然这个进展是 表面上的进展还是 这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至少不会 就是说宣作作走人 你看我们刚才几位的 观点其实大体上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做的一个游戏不是这个了 我们做的游戏一个就是 美国的国会议员 和川普的团队担心一个事情 说川普这个人 有时候就是非常的情绪化 你一个人讲好话他一高兴他就忘了 他就忘记了其他事情了马上就答应了 以前中芯公司本来美国就要加入制裁 结果习近平跟他打个电话就把中芯公司放了一码 现在很多人就担心了在华为的问题上面 他要放一码 所以就出现了罗比奥的那个议案 出现了罗蒙尼的议案 罗蒙尼的议案就讲得很细节了 必须要几年之内证明你华为怎么怎么样 你必须不伤害美国的企业怎么样 而且还包括不仅是美国 还包括美国的芒国 那现在条件更多了 那么罗比奥那个已经被中国媒体批得一塌糊子 就是说 就是你不能在美国追究 华为的军力的这个 这个权利 我们行不出管这些东西但是美国的政坛 担心 川普 会 在华为方面让步是真实的担忧 所以我请教的问题是 川普总统 为了达成贸易协定 会不会 放华为码 请真说 你简单回答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可以比照中兴的例子 好 李鸿钦先生 不会的 他这回 这回一定会吸取教训 另外呢 国会呢 也是要用法案 会把它给block住 好 那个 张陈先生 有可能 陈县龙先生 我觉得 因为他在贸易战上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果 所以他也不会放华为码 好 非常感谢 其实我们这种回答呀 都是一个比较傻瓜性的问题 因为要讲这个理由才是关键的 讲后面的道理才是关键的 但是我们观众有时候喜欢答案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答案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不能太长 所以呢 今天到此为止 今天大新闻了 是每天晚上纽约时间九点钟 不可错过的一个节目 当然 中国的东方时间 北京时间是早上九点钟 请大家这个收看 谢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观众 再见 谢谢和平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